中国舞蹈家杨丽萍经典大型舞剧《孔雀》 七月将首度在台湾登场 曾在央视春晚连续旋转四个小时 一转成名的女孩杨采琪 是杨丽萍四妹的女儿 她将在《孔雀》舞剧里担纲时间这个角色 全程展现两个多小时的旋转舞姿 已全是春夏秋冬时间不停地流转 外界好奇杨采琪怎么有办法不停地转呀转 现年16岁的杨采琪接受本台专访时谈起 姨妈就发现我在一岁多的时候就转的时候就不晕 然后她就说挺奇怪的 蛮有天赋的 然后就一直想运用这个旋转 在某个地方某个剧里面吧 然后后来排练舞剧孔雀的时候 刚好有一个时间这样的一个角色 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时间都是在钟表上这样转 然后刚好我又转圈比较厉害 就把我放到这个舞剧孔雀里面了 谈起孔雀这部舞剧 杨丽萍认为难过了她几十年来自己对生命的理解 透过大自然这个特别经典的形象 诠释人们对生命 对时间 对自然 对很多欲望 对很多不同的爱的感觉 除了有她独舞的作品《雀之灵》 还有双人舞《雀之恋》 而四五十位舞者不只跳舞还模仿鸟叫 就像是森林里的鸟的交响乐 以美的视觉和声光展现大自然立体的气息 杨丽萍说 我觉得跳孔雀我不是说你自己模仿她像不像 我觉得跳孔雀我主要是要学习她的精神 学习她的这个鸟类 她在自然界能够让自己那么美 她在我们民间里就是老人会告诉我们 就是孔雀她要在树林里吃那种最毒的那种植物 或者是种子 然后她的羽毛才会那么色彩这么绚丽 这么这么美 她要用这种方式来让自己很美 就是为了美为了爱为了什么 她会牺牲很多 她其实这里面都是教会我们很多 做人也好 看待生命也好 看待美也好 很多道理 杨丽萍还说 西方有天鹅 东方有孔雀 汉族人则爱凤凰 从古到今 鸟类特别是人类舞蹈喜欢表现的题材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夏小华 台北报道 有所忠费的 有所忠费的 有所忠费的